从没见过这么孝顺的儿子 只见他拎起老母亲 毫不留情地就往大坑里扔 怕他逃跑 又盖上几十吨重的钢筋网 他拼命呼喊奋力挣扎 一旁的大孝子却无动于衷 随后面无表情地抬起机器 几十吨水泥倾泻而出 瞬间将老母亲掩埋 几天之后 三个小破孩来到垃圾场捡破烂 发现一个大罐头 心里想着这下可有口福了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合力揭开盖子 想看看是什么口味 我的妈呀 三个小破孩魂都吓没了 呆呆站在原地 面面相去 案件引起了警方高度重视 很快成立了专案小组 经过调查 死者为35岁女性 至今单身 有一个13岁的孩子 女员一个星期之前失踪 如今被人塞进了油桶 用水泥封住 警方利用激光扫描技术 发现油桶中的女员面目猙獰 明显就是有挣扎的痕迹 由此推断 她应该是被水泥活埋的 为了了解更多情况 专案小组乘坐专机前往案发地 然而还未等他们下飞机 第二起命案发生 而抛尸地点离第一起 只有几百米 由此可见 这很有可能是一起连环杀人案 两起案子的受害者都是女性 凶手把他们抛尸垃圾场 警察推测 凶手可能患有某种心理疾病 把受害者当成垃圾丢弃 等警察赶到现场 经过勘查 发现地上十分干净 现场根本没有水泥搅拌的痕迹 警察推断 这很有可能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凶手将女士用水泥封住后 再用车拉到这里进行抛尸 然而此地四周都是山路 荒草遍地 荆棘丛生 交通十分不便 凶手大费周章把尸体丢在这 肯定是有某种特殊的意义 否则为何不连人带筒沉入大海 既省事又不会被发现 带着疑惑 警察们将尸体交给法医 经过法医检查 发现第二句女尸腐烂程度 比第一句更加严重 说明她的死亡时间更早 而且还在尸体五脏六腑 发现大量水泥 这也证实了女人 是被活活塞进水泥当中的 这是细心的警察发现 现场的水泥并不是复合水泥 而是由凶手自己加了砂石搅拌而成 说明她熟悉这方面的相关知识 很可能是个干工地的 或者开搅拌车的 通过对比两具女尸的家庭背景 发现两人皆为35岁左右的单身女性 都有孩子 显然凶手的作案目标很明确 是精心策划过的实施犯罪 随后警察传唤死者家属 询问相关情况 根据家属交代案发时间段 他们家附近都有施工被在干活 这正好印证了警方刚刚的发现 而这个施工被就有很大的嫌疑 就在这时 第三起案件发生 死者也是一名年轻女性 女人被五花大绑 牢牢固定在椅子上 一旁的男人手持电钻慢慢靠近 无论女人如何哀求都无济于事 随着一声惨叫 女人当场领了盒饭 接着男人将女人尸体封进水泥 抛尸荒胶野岭 警察很快赶到现场 这已经是近几天 第三起抛尸案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 警局高层也非常重视 成立专案组专门负责此案 经过对三起案件的对比 警方发现凶手 对抛尸地点选区很有讲究 将三具尸体的抛尸地点连起来 可以得到一个等边三角形 请大家计算一下三角形的面积 由此警方大胆猜想 这是一个很喜欢数学的凶手 他的下一个抛尸地点 很有可能就是等边三角形的中心点 于是警察决定提前在中心点蹲守 而接到这个任务的两个倒霉弹 就连夜守在车子里 周围是荒郊野岭 静得可怕 两人不敢有丝毫大意 就在二人在谈笑时 一辆皮卡缓缓驶来 停在了路边 两人立即警觉了起来 通过望远镜看到车牌号 经过查询就是本地车 突然皮卡车灯熄灭 车内传来一个女人的叫声 两人反应神速 下车拔枪一气合成 迅速来到皮卡车前 发现是一个戴着眼镜的小胖子 警察让他双手抱头 老是交代犯罪事实 争取宽大处理 然而小胖子是一脸猛逼 叫来自己的女友 原来这对小情侣是大晚上睡不着 来这畅谈人生理想的 没想到还被警察逮住了 直接给小胖子吓出心理阴影 这一番折腾 直接起到了打草惊蛇的作用 真正的凶手就在一旁的小树林里看戏 另一边 由于第三具尸体发现的及时 保存相对较为完好 法医对其进行了全方位的检查 发现他的鼻腔内有化学灼伤的痕迹 经过解剖发现 凶手使用电钻将死者鼻腔打通 然后通过鼻腔向大脑注射大量氯气 从而破坏死者脑内的额叶 额叶是大脑的一部分 可以控制人的欲望和冲动 额叶被破坏后 人就会控制不住自己的各种欲望 然后忍不住想找人畅谈人生理想 难道凶手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满足自己哪方面的需求 然而 法医事件发现 三具尸体并没有被侵犯的痕迹 就在案子陷入僵局之时 一个警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也许凶手破坏死者的额叶不是为了引起他们的兴趣 而是为了拿他们做实验 想知道怎样才能 抑制额叶受损后产生的欲望 也就是说 凶手身边大概率 有一个额叶受损患者的亲人或者朋友 于是专案组改变调查方向 通过数据库查询 发现全是有一百多个额叶受损患者 在将条件缩小至35岁左右的女性 结果发现了大美 大美15岁时因为发生车祸 额叶受损 而她还有一个小她16岁的弟弟小帅 是她母亲收养的 随着调查的深入 更狗屑的事情发生了 警方发现 大美16岁时因为贪玩 英年产子 因为年纪太小 于是把儿子交给了母亲抚养 也就是说小帅就是大美的亲生儿子 而且小帅是一个拥有三级建造师证书的专业水泥工 三起案件发生时 他正好都在受害这家附近工作 这下终于真相大白 凶手就是小帅 警方立即展开抓捕行动 这个男人竟然想和自己的姐姐 畅谈人生理想 因为他是被收养的 和姐姐没有血缘关系 然而姐姐却一把将他推开 男人一脸委屈 质问姐姐为何宁愿和自己的朋友 畅谈一整夜 也不愿意满足一下自己 没想到 姐姐直接来了一句我是你吗 直接让小帅破大房 犹如晴天霹雳 五雷轰顶 轰得小帅脑瓜子嗡嗡作响 CPU都差点烧坏了 原来姐姐16岁时生下了小帅 因为年纪小不懂事 于是将小帅交给了母亲抚养 站在小帅的角度看就是 姐姐变妈妈 妈变外婆 小帅无法接受这个狗屑的事实 直接将姐姐装进油桶货买了 然后抛尸在垃圾厂 回到家中 他依旧不肯相信这样的事情 竟然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他大声质问杨木 自己的身世 然而杨木对此依旧遮遮掩掩 表示你就是在垃圾厂捡到的 小帅心中其实早就已经有了答案 眼前的杨木就是自己的外婆 自己已经被骗了20年 见外婆还在狡辩 小帅忍无可忍 操起桌上的烛台 静止砸在了外婆后脑勺上 外婆当场昏死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被牢牢绑在了椅子上 动弹不得 而小帅在一旁挖坑 他准备将外婆活埋 因为他觉得的是外婆管教无方 纵容自己的女儿 而他还一直被蒙在鼓里 才造成今天这个局面 等一切准备就绪 他抓起外婆 毫不留情地推进了土坑 随后一张几十吨重的贴网落下 这下外婆就算 有三头六臂也插翅难逃 此时警察还在骑马赶来的路上 外婆拼命呼喊 小帅却无动于衷 小手一抬 搅拌几里几十吨的水泥倾泻而出 顺着滑槽涌进土坑 外婆瞬间被埋了半个身子 就在危急之时 警察及时赶到 小帅把腿就跑 可还是跑不过训练游素的警察 直接被扑倒在地 外婆也最终获救 影片也到此结束 一家三口如此复杂的关系 属实有些震碎三观 小帅在这种急行的家庭关系中 渐渐形成变态的性格 走上犯罪的道路 不禁让人唏嘘